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书客老师八门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学术类海报的特点 以及它的一些用途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学习个性类海报的用途 以及它的一些特点 首先呢,我们打开Elas Twitter 在这儿呢,有老师给大家寻找一些比较个性的海报 那么就个性这个字面来理解呢 个性呢,可能是不同于寻常 比如说我们常规所看到的一些海报 它是有一定的特点 那么从这个广义上讲呢 个性呢,它也不是指你是有多另类的一些东西 它从另一方面讲呢 个性实际上之所以称之为个性呢 可能是你看上去之后你就是很难忘记它 对你的印象会很深 它不等同于这个艺术性很强的海报 但是它绝对让你看上去之后呢 给你的视觉冲击力造成很深的一些影响 这是我们常说的这种个性的海报 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它也是分为几种 大概呢,有一部分呢 可能它没有表意上它没有一个特别的概念 就像我们看到这一种披头士 摇滚青年 然后它有这种老鼠头像或者牛这种头像 然后造成的这种海报 可能会张贴在酒吧 它只是烘脱一种氛围一种气氛 实际上呢,它也没有这个海报具备的一些特点 没有这个日期,没有时间,没有地点 它不具备这种刺激需求 这样的一个海报固有的特点 这是一部分比较个性的一些海报 还有一部分呢,像这张海报是很明显是一个啤酒的一个广告 通常也是张贴在酒吧这样的一些地方 很夸张 然后呢 也起到了一定这个对这个啤酒的宣传作用 那么它就具备着这个传播的一些特点 海报的一些特点 还有更多的个性海报呢 我们搜到搜这个个性海报的时候 会搜到这种派对类型的这些海报 那么更多的时候呢 它会被分类到这个个性海报里面 它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背景看上去很炫 这种光效 然后还有它这种 史上动感的这样的一些节奏 一些线条 斜的一些线条 你会发现很多都是交叉的 然后向左倾斜或者向右倾斜的 颜色呢 似乎也是比较更大胆 同样它也是具备这个时间 然后甚至有一些呢 还有这个价钱 还有这个电话 联系电话日期在这个部分都有 主题 这是一个圣诞主题的party 圣诞老人这样的一些形象 这些背景呢 大多都是合成的 我们在以后的课程中 讲海报的组成元素的时候呢 它属于一个图形图片的一些元素 我们会单独的拿出来讲 然后也会教给大家一些 对于这些图形图像的一个处理方法 颜色上 然后构图上的一些处理方法 当然更多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运用这种比较有特点的 取到一部分 然后图形图片的截取它的一个部分呢 然后来做一些海报 还有就是海报上 颜色上面的一些选择 那么还有一类这种个性海报呢 可能是与宗教有关的这些海报 甚至它就是说 也不完全是这个传统上宗教的意义 可能更多的时候呢 它也是一些 KTV啊 酒吧呀 然后这样的一些环境 然后它去张贴 与它本身很浮躁相反的东西 然后彰显它的一些个性 还有我们去到这个 比较有特色的这些餐馆的时候呢 它的墙上呢 也会张贴 关于这种传统的菜 传统的小吃 一些招贴物 一些海报 然后呢 会简单对这个 美味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些介绍 然后呢 它也是归属于个性的一些海报之中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个性海报里边的分的也比较杂 它有一定的传播作用 然后也有一部分是潜移默化的刺激你的需求 并不像我们这个纯粹的商业海报 它的核心思想重点都会很突出 我就是为了刺激你的需求 然后来让你进行一个消费 那么第三呢 它这个艺术厅有一部分会有 但是也不是完全都具备这样的一个特点 这个呢 就是个性海报的一个用途 再不然就是 大学的校园里 然后我们有一些社团 吸取一些成员的时候呢 也会设计出一些比较 具有他们特点的 社团特点的一些海报 那么也是归属在这个个性海报里面 以上的这些呢 就是个性海报 它的一个用途 以及一些特点 那么从下一刻开始呢 我们主要是学习海报的组成元素 其实我们这几天的课程中 在讲海报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说到 其中的这些元素 包括一个文案的出现 文案的一个雏形 出来以后呢 通过这个文案 我知道什么是重点 那么我要突出时间地点日期 文案呢 它是给你一个方向 你要设计为某一款产品 还是某一个商业 去做一个定向 有了这个定向以后呢 然后你需要的去筹备 海报其中的一些字体 用到一些字体 以及它的一个色彩 大的一个色彩方向 另外呢 就是图片素材的一个搭建 这就是构成海报的这些元素 从下这课开始呢 我们开始一一的去对这些元素 进行一个实战的操作 希望同学们呢 到时候准时收听 这一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给我们下节课 谢谢观看